没想到 这么多年 我还能见到你 看你的样子 应该生活得不错 我很有钱 但很寂寞 因为没有亲人 燕子 我 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我把女儿托付给你 你却跟一个男人跑了 我一直在找我的女儿 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很多人 为了那段婚外恋 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我换来的史无情的背叛和伤心 我知道我错了 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你 可我怕 怕什么 怕我责怪你 我当然要责怪你了 如果你打我骂我 能够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我宁可让你打 让你骂 可有些事情 是回不去了 就凭我再怎么挽回 都挽回不了了 我一直在受到良心的欠责 这些年 我一直都睡不好觉 我知道 我总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可没想到 这报应 竟然在我女儿的身上 我 你女儿出什么事了 我 我是梁飞 对付甜心的事情 就交给我 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 就等着甜心的服装店 开业的那一天了 你现在 什么都不用担心 只要专心地照顾好 你肚子里的宝宝就行 我还有事 先挂了 那 爸说有事找我 让我一个人去天台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 这阵子爸的心情也不太好 好像有什么心事 不管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要好好听着 别跟他顶嘴 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安慰安慰他 你就知道说爸 那你呢 最近看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而且经常不回家 哥 我知道你放不下甜心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 怎么可能都进入人意呢 而且 他现在还跟那个 什么高总合作 跟袁平 也是形影不离的 套用一句电视剧的话 你跟他 回不去了 所以 还是接受现实吧 好好地对方桐 毕竟 他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宝宝 我相信 只要你给他安全感 对他好一些 他不会再跟你又吵又闹的 这样对你 这样对你 对他 对我们这个家 都是好的 知道了 结了婚就是不一样啊 会跟哥讲大道理了 就算我结了婚 我也是哥的好妹妹 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谢谢啦 对了 你跟良妃不去度蜜月啊 我当然想去度蜜月 可是他跟我说 妈刚检手公司 需要人帮忙 所以我计划的 就什么意大利啊 巴黎啊 雪拼啊 都只能往后退职了 他说的也没错 不过妈这阵子也很奇怪啊 平常她都不插手公司的事情的 怎么突然之间 要爸把所有的股份 都转让给她了呢 严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啊 我哪能知道这些啊 哥 时间不早了 我该上去找爸了 好去吧 记住啊 我知道了放心吧 拜拜 拜拜 还是没有找到郑云的下落 那就麻烦你多费心 继续给我查下去 费用的部分 我会让会计 给你打过去的 谢谢 来啦 爸 您找我啊 坐 这是 拿着 我把公司的股份 分成了四份 我的部分全给了你妈 你和你哥各得一份 这份是你的 就当是爸爸给你的嫁妆 爸 你已经结婚了 不再是孩子 以后 你要学习 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给你这些股份 不只是希望 让你下半辈子 无后不知忧 也是希望 你对公司多上点心 尤其你妈呀 现在参与了公司的经营 方方面面 你都得多帮帮她 知道吗 我知道了爸 谢谢爸 把这些文件啊 可要收好了 还有 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让梁妃知道 爸 您怎么还把梁妃当外人呢 我明白您的顾虑 可是 我始终相信 梁妃爱的是我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的家世背景 而且 我现在已经嫁给她了 难道不应该更相信她吗 你别着急 我当然希望你是对的 不过 我也希望你要学着保护自己 在岁月面前 没有不降温的爱情 如果这其中再夹杂着 欲望金钱这些杂志 那再坚固的爱情 都会崩溃的 爸 是不是妈让您转让股份 让她经营公司这件事 伤了您的心 我可以去跟妈说 不用不用 是我先伤害了她 眼前的这一切 都是我应该承受的后果 爸爸只是想告诉你 我最爱的 就是你们这些孩子 这些年 我努力地工作 目的 就是为了让你们过最好的日子 不过 相对的 我也担心 我给你们太多的金钱 太多的物质 会让别人对你们有非分之想 以至于伤害你们 爸 您刚才不也说了吗 我们都不是孩子了 一定能够分辨清是非的 那就好 爸 咱们俩 可是很久没一块儿 喝过下午茶了 您看 我给您带来什么了 您最喜欢吃的 来 蓝莓起司蛋糕 对吧 这个是我送来的爱心蛋糕 爸爸 您一定要东吃完 咖啡啊 还有咖啡 来 咖啡 谢谢 干杯 丫头 来 婉若 别伤心了 来 擦擦眼泪 谢谢 我刚刚见到你 是想向你心事问罪的 可没想到你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很能理解 您女儿失踪那么多天 她会在哪儿呢 一个女孩子 她一定很害怕吧 对了 对了 你把你女儿的资料给我 我托人 帮你找她的下落 燕子 你真的愿意 帮我找女儿 我当然愿意帮你了 我知道你对不起我 可是你当时初衷是好的 没有你帮我 我出不了国 我挣不了钱 我不会那么成功的 我这次回来呢 是想夜落归根 找我的女儿 我一定要把她找到 然后要好好地带她 我要弥补我当初的遗弃 燕子 宛若 你现在知道我女儿的下落吗 我 放心 我想上帝一定是这么安排的 当我帮你找到你女儿的时候 我的女儿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燕子 其实 其实什么 没什么 我 我是想说 其实 如果你帮我找到女儿的话 我会好好地报答你 谢谢你的 别说这些话 我当然会帮你了 小米 这样吧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电话 你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 放心 我有事先走了 对不起燕子 原谅我 原谅我说不出口 我说不出天心的事情 你 要是知道天心 有离婚有流产 一定会更加地恨我的 你就不会愿意帮我找到小云 对不起 原谅我 我们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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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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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將要入睡的黃昏 好好抓緊你的幸福 不要再讓他溜走了 祝你幸福 就這樣都過去了 你現在是有父之父 別再想天心了 周盛 你還認識我嗎 我怎麼會不記得 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也是我恩人唐永年的妻子 我的嫂子 你還知道永年是你的恩人呢 當然記得 我從來就沒有一天敢忘記過 那好 我來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甜心是我的合作夥伴 掏女郎服裝設計工作室的經理 聽說你們很早就認識啊 甜心這個合作夥伴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這個天際飛龍投資顧問公司 還有總經理高燕 搜索引擎上都找不到他們的 高燕這個人這麼神秘 甜心跟他合作 會不會有問題啊 你怎麼不敲門就進來了 我忘了 你在看什麼 就是財務報表 業務報表 就這些 還能有什麼 我説你是特地來公司 查我崗的是不是 我是專門來看你的 看看我的新婚丈夫 我們都結婚這麼多天了 我每天晚上都是一個人睡 一回到家就是洗洗澡 換完衣服 在家的時間根本就不多 更不要說 你陪我去做產檢 給孩子買點東西 我們連蜜月都沒有 還能算是夫妻嗎 我們都領證了 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嗎 你既然知道我們已經領證了 那你為什麼不能盡到一個 丈夫的責任和義務呢 一向 不管你怎麼想的 我們已經結婚了 我才是你的老婆 我肚子裡還有我們的孩子 現在我們兩個人 才是你最應該關心的 至於那些過去的人 過去的事 都忘了吧 專心地對我 好好地經營我們的婚姻 我一定 用我一輩子來補償你 好 那你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做 我一會兒想去買點東西 給我們的孩子 你能陪我嗎 好 我陪你去吧 走吧 天蟹 你這麼認真啊 還要做市場調查 當然了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雖然我們掏女郎自創品牌 跟這些在百貨公司 設貴的品牌有所不同 不過 從這裡 能看出消費者的喜好 還有現在的流行趨勢 瞧你現在滿口的生意經 一定從高總那兒學了不少啊 高總對我可以說是 親囊相受 完全沒有保留把他一生絕活 都教我了 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 才會想到這次的機會 做出成績來 還有你 別只顧著偷懶 我帶你來是讓你當顧問 給點意見的 你總要有一點貢獻才行吧 是的是的是的 這個人就是我 我這筆漏水了 給我指 擦擦 要去洗手間嗎 不用了不用了 這支鋼筆快得扔掉吧 還留著幹嘛 這個不行啊 是小雲送的 再怎麼樣也得留著他 人真的很奇怪啊 他在的時候你不覺得珍惜 等他離開的時候才發覺他好 好 遠平 我相信 鄭雲他肯定知道你的心意 他一定會回來的 我也這麼想 繼續看吧 那就這樣啊 嗯 好 雨翔 你看是這個藍的好 還是這個粉的好 嗯 都好 都好 那就都要了吧 服務員 兩款都要了 你喜歡男孩 還是喜歡女孩啊 嗯 都好 又是都好 本來就是嘛 男孩好女孩也好啊 等一下 你看這衣服 好可愛啊 對啊 這衣服很精緻啊 嗯 可惜 我的孩子用不到了 別擔心 沒事 我相信我的孩子 現在一定在天上看著我 幫我喊加油 我為了他也會更加努力 嗯 我可以設計親子裝啊 設計親子裝 嗯 有情侶裝 當然也有親子裝 我可以設計一些 媽媽跟小孩一起穿的衣服 一定很可愛 進去看看 嗯 雨翔 你看這個可愛嗎 還行 你覺得 以後我們的孩子 會長得像我們中的誰啊 小寶寶 我是你寶寶 你可要乖乖呢 不然等你出來的時候 看我怎麼修理你啊 哪有這樣對孩子說話的啊 你怎麼正經都沒有 寶寶比你乖多了 哎 你怎麼只幫兒子說話 我要吃醋的我告訴你啊 誰跟你說是兒子啊 說不定是女兒 男孩女孩都一樣 只要是我們的孩子我都喜歡 他呢最好可以有 像你這樣迷人的眼睛 像我這樣挺拔的鼻子 還有我的大耳朵 你的小嘴巴 這樣就完美了 還不錯 還不錯 是還不錯 提心 這件 真見貴他們怎麼會來 站住 你要幹嗎 將見了面 就敢打個招呼啊 我們又不是見不得人 何必扭扭捏捏的呢 發頭 發頭 看你們最近出雙入對的 應該好事將近了吧 不過我記得 袁先生好像還沒有離婚 總是要找到 被你們氣得離家出走的正雲 把婚姻問題給解決了 才好名正言順地在一起吧 要不然總被人說你是小三 可不太好 別說了我們走吧 自從我有了孩子之後呢 我特別能理解 女生懷孕的心情 不過我聽人家說 有沒有孩子 都是上天注定的 只能說你的福分還不夠吧 對不起 方小姐 你剛說的那一點 我想要仔仔細細 好好做一下筆記 真是不好意思 能否請你再說一下 我說 有沒有 沒水 我的衣服 我幫你擦一下 不用了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了 是甜心故意讓你這樣做的 對嗎 讓我在隱祥面前 在大庭廣中之下丟人 是不是 是啊 甜心你這個狐狸雞 看我不打 不會不會 別鬧 方通你別鬧 你知不知道 你這樣很難看 我鬧嗎 你有什麼難看的 他當小三都不怕 我這個正派老婆怕什麼 方小姐 請你說話留點口德 留一條路 給別人走 也是為你留後路 走吧 甜心你等等 方通 方通 放開我 你鬧夠了沒有 周一霞 你說的是不是人話 你看見他們這麼欺負我 你也不幫我 你還算不算個男人 明明就是你不對在先 你講話這麼難聽 我還怎麼幫你嘛 我講話怎麼難聽了 袁萍沒有離婚 甜心不是小三是什麼 如果你再繼續這樣無力取鬧 我們沒什麼好說的 周一霞 你根本沒有忘記甜心對不對 就算看到他跟舊情人在一起 你還是幫他說話 你心裡根本就是還愛著他 隨便你怎麼說 好 作為一個丈夫我已經盡力了 我公司愛月审 你自己打車回去 畢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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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之前是我先對不起你 所以你現在要來折磨報復我 對不對 小桐 快來 我讓張阿姨啊 給你燉了點燕窩 好好補補 你在看什麼呢 你看你們這婚紗照拍得多好啊 跟以前一樣甜甜蜜蜜的樣子 以前是很甜蜜 那個時候 我離開以翔眼前一秒鐘 她都接受不了 可現在 她都不願意多看我一眼 媽 我都已經跟以翔道歉認錯了 為什麼她還不肯原諒我呢 不管我怎麼做怎麼說 她都不願意再離我 難道我真的比不過天心嗎 好了小桐 別難受了啊 這男人哪 年輕的時候 總是會被外面的狂風浪跌迷惑 可到最後她累了倦了 她還是會回到這個家的呀 你記著 你才是以翔明媒正娶的老婆 你像這孩子她心軟 只要你好好地關心她照顧她 她這塊冰啊 早晚會被你融化的 謝謝媽 我知道了 對了 我想問你啊 你對良妃的印象怎麼樣 媽 你怎麼突然間問我這個問題啊 是良妃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好 讓您不開心了嗎 那倒沒有 良妃跟以安交往以後吧 那對以安溫柔體貼是沒話說了 對我這個丈母娘也很尊重 是是替我著想還替我出主意 只不過 這不過什麼 還不是以安嘛 吵著要我幫她升職 幫良妃升職 媽 媽 這良妃聽以安講啊 在工作上表現是不錯 而且之前有幫過你很多 現在她又是以安的老公 您的女婿 幫她升職也是應該的呀 你也這麼想吧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的 我覺得這件事吧 心裡不踏實 對了她還提到你 聽我幹什麼呀 她說呀 要是我有顧慮的話 可以讓你去管理財務部 她這麼一說啊 倒是提醒我了 你看啊 周順的股份雖然在我手上 可是我不得不防 她萬一和鄭婉若母女 暗通款取 小桐啊 你呢 是我從小看著長大的 我帶你啊 就像親生女兒一樣 比起良妃 我當然更信任你了 雖然你現在懷孕 可是離生產日期 不是很遠嗎 你也說了 你和以翔 沒什麼機會接觸 這樣呢 你要是來公司上班 這一切不都解決了嗎 你說呢 你看 這怎麼回事 收拾了啊 快點收拾了 走吧走吧 什麼時候輪到我呢 什麼時候輪到我呢 是 你看 真的啊 收拾了啊 就是啊 她到底憑什麼呀 這也升得太快了吧 人家娶了公主 又會拍馬屁 可不是得整整 比我們少奮鬥三十年 還怎麼回事啊 還有我們的財務主任 不是總經理 剛娶的新老婆嗎 自從副董事長 開始管事之後 我們公司啊 都快變成家族企業了 是啊 你們在幹什麼 總經理好 總經理好 快走走走 哎呀 怎麼能這樣子啊 梁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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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pa 梁老公 T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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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來 結果 sie 我早就说了 这锥子呀 放在口袋里 它早晚会露出来的 看看 看看咱们梁经理 不对 是梁副总 咱们梁副总才华横溢 早就被周董和李董看上了 要不然 怎么能让这么漂亮的宝贝女儿 洽给咱们梁副总呢 是不是 对对对 是 这就说明了 只要是个人才 在我们公司 就一定不会被埋没的 大家跟着我好好努力 下一个出头的 就是你 去工作吧 赶紧工作 好好地跟着梁副总干 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擅作主张 把梁飞升为业务部的副总经理 我们不早就说好了吗 现在公司由我经营 你只是挂名董事长兼顾问 我爱用谁 我想升谁当副总 还有经过你批准吗 妈 那我呢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 负责公司的营运管理 您颁布这么大的人事任命 居然连我都不知道 这太独断了吧 还有方桐 她不是公司的员工 为什么可以不经过公司的面试甄选 就直接进公司呢 而且还担任了财务部主任 妈 你这样做只会引起基层员工的不满的 没错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和规章 你连绩效考核的什么都没有 就凭一纸人事命令就决定了这一切 这会引起公司所有的员工不满和反缠的 而且这个梁飞和方桐 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嘛 爸妈 您别再吵了 我看 我们还是奏祥慢慢说吧 我看 还是我先来说吧 爸 哥 我知道 妈的这一纸人事命令已出 对你们来说 可能会有些突然 不过梁飞 在我们公司已经工作过一段时间了 而且她的业绩 也是可圈可点的 同事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相信 让她做业务部的副总 不会有什么人说闲话的 至于我 我曾经在公司担任过会计工作 所以说 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更不能说是 没有经过公司面试和考验的心愿 所以我完全有信心 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和以祥一起努力 帮以祥分担 爸 哥 其实我了解你们的顾虑 作为周家的女婿 我觉得 什么职位啊 称呼啊 对我来说都是虚的 我只是希望 可以为这个家 为这个公司奉献一份自己的心力 更何况 我之前也担任过业务销售方面的工作 我想 我是可以胜任这份新工作的 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并不是你派胸脯打包票就行 你必须得拿出实际的业绩来说服我们 这样子才可以说服自己的员工 现如今 这个凡事讲求实力 不讲求特权的社会 你身为周家的女婿 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帮助 相反的 因为你是周家的女婿 反而 要接受更多的检验 唯有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表现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明白了 这样吧 在未来的十天之内 如果说 我可以让公司的业绩 比上个月同一时期 提升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那么这张人事任命就生效了 如果我做不到 我辞职谢罪 而且在未来 我不会担任跟周家有关的 任何产业的职务 梁飞 你飞要赌这么大吗 延安 刚才八根哥不是已经说了吗 这个社会 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社会 如果我连自己的工作都没法胜任 我怎么还会有脸待在这个公司里 甚至我怎么还有脸待在这个家里呢 梁飞 你不必说了 这个公司我最大 我说了算 我想让谁当副总 谁就能当上副总 好 妈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 我真是不希望 您因为支持我 就跟霸和歌闹意见 而且 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 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 我希望这个家里的成员 每一个人都好 都可以相处得更加融洽 再说了 您不觉得 如果我要是通过这个机会 证明自己的话 也会让您和延安更有面子吧 好 就照你说的 十天之内提升公司的业绩 到时候我们再来决定 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胜任业务部副总这个职务 好 这边来 快一点 在这边 行 就照这一下吧 老婆老婆 你来看 对 天副总 这之前你亲手选定布料的 那批衣服呢 已经完成了 送了 你觉得放在哪里 我看 就放那儿吧 放那儿 听见了吗 田副总叫你放那儿 你就放那儿 小心一点 别弄坏了 田副总 你觉得我们这一次 这个主任的效率还可以吗 我看 还行吧 别弄坏了 别笑什么 你要死啊 我看你这个副总坐上以后 做得很好啊 很威风啊 别笑什么 别笑了 你这个人 再笑 你再笑 副总 你干什么 你 你笑死我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姐姐夫 在干嘛 那个本经理正在教训属下 对对对 欣欣 咱们不是这开业前网络要试卖吗 试卖已经卖出了三百多件了 看看订单 太好了 希望开业可以顺利成功 肯定的 天心啊 高总这么大方 这么支持我们 我们可不能让他失望 没错 衣服到了 我去看看 那个看衣服这种小事 交给副经理 杀鸡有烟用牛刀呢 这个是我们主任级别做的 交给我 交给他 那我岂不是没事做了 你有事 有事做 明天不是店里要开业吗 你先回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顺便呢 你就给自己做做美容 早点睡觉 对啊 高总不是说吗 明天要跟你一起做那个剪彩什么的 对啊 到时候肯定很多那个娱乐媒体来拍照的 你说你带着两个熊猫眼过去的时候 咱们田家的脸放哪里呢 这真是的 对啊 好吧 那我先回店里去 你们也早点回来啊 快去 小心啊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知道了 快去 快去 放心吧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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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你 你不怕 怕什么 你说呀 如果刚才甜心她 查看衣服发觉你把布料掉包了 你就惨了 惨什么惨呢 我才不怕呢 没问题 老陈不是说了吗 这款料子跟那款料子几乎是一样的 而且呢又比它便宜 等到月底结账的时候 你看着吧 高总跟甜心就该好好的谢谢咱们了 放心 但愿如此吧 什么叫但愿如此 呸 是肯定如此 好 所以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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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们明天要重新开业 我可能没时间过来祝贺你 所以就预先准备了一份礼物 想送给你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这是 这是我亲手做的 做得不好 不过我是真心想祝福你 希望你们快乐 谢谢 还有 我要为之前方彤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向你表示道歉 她是她 你是你 为什么要你来替她道歉 毕竟 她是我现在的妻子 没错 你说得对 她才是你的妻子 那这项链应该送给她才对 来 点心 点心 就收下吧 毕竟我们曾经这么相爱过 我们不是应该 我们不是应该 开开心心地祝福彼此吗 你说得没错 我是应该开开心心地 祝福你和你的新婚妻子 幸福快乐 就像你祝福我一样 这样可以了吧 对不起 周先生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能陪你聊天了 我离开爸爸 话做眼前 整作回憶 的表白 原来爱情就像烟火 就算再怎么花离过 灿烂过后 还是要回到寂寞 曾经在的叫做 真深刻的感动 只剩下淡淡忧愁 默在心中 原来生命就像烟火 就算再怎么并分过 灿烂过后 还是要回到寂寞 曾经猜的交错 有深刻的感动 只剩下淡淡忧愁 默在心中 只剩下淡淡忧愁 化成泡沫 其实呢 躺衣服很简单 主要注意这些 灵口 袖口 这些小细节 你试一下 嗯 袖口 灵口 怎么了 烫到了 我看一下 好像都烫熟了吧 哪有那么严重啊 哎呀 你个小笨蛋 这你都干不好 怎么当人家老婆 我哪让你能不能干啊 进得厨房 出得厅堂 什么都会 过两天 还要进公司 为我哥分油解牢 我哥能娶到你啊 真是太太太太幸福了 那是你这么认为 你哥可不这么想 谁说的 我觉得我哥的心 已经在慢慢向你靠拢了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我老实跟你说吧 今天啊 我看见我哥 在偷偷地给你挑礼物呢 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 他是给我准备的 不是给你准备的 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嗯 后天 所以啊 这个月咱们家 只有你过生日 不是给你准备的 是给谁准备的呀 而且 我还看到 那是一条项链 上面有 Happy的字样 不是送给你的 难道 还是送给哪个男生的呀 一香 真的给我准备了 生日礼物吗 我哥啊 又不是什么 铁石心肠的人 你呢 又是我哥的初恋 人家不都说了吗 初恋啊 是最美好 最让人难忘的 虽然 你们中间有一些波折 可是 现在也算有情人 终成眷属了呀 最重要的是 你还怀了 我哥的小宝宝 我哥的心不像着 你像着谁啊 嗯 你像真能这么想就好了 我对我哥有信心 所以啊 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 你要记住 以柔克刚四个字 别动不动就跟我哥 又吵又闹的 我相信啊 将来 你们一家三口 一定会很幸福的 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呢 我真对不起你 对不起 你弄错了吧 你应该说 谢谢我才对呀 对 谢谢你 不客气 我的好嫂子 这是我亲手做的 做得不好 不过我是真心地想祝福你 希望你能快乐 快乐是自己找的 天心 从现在开始 你要快乐 要开心 更要坚强起来 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 过去只会任人欺负的天心了 恭喜 恭喜 欢迎 欢迎 请请 谢谢 你好 你好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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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客气了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再度开业 希望你们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谢谢 大家自己人哪 何必这么破费 应该的 本来我岳母也想来的 可是她生病了 所以不能前来 让我替她祝贺你们 那厉害吗 不利啊 只是伤风感冒了 哎呀 什么伤风感冒了 哎呀 什么伤风感冒了 我说呀 是心病 想女儿想出来的 我也没想到啊 这是为什么呢 生出两个女儿啊 都这么这样的 哎 怎么了 我爸有两个女儿 没有没有 你别听她胡说 她最近忙婚头了 她说话都说不清楚 对啊 我几天没睡了啊 还乱说的 我怎么没看到甜心呢 欣欣 欣欣在楼上 她说甜心的日子呢 比结婚都隆重 得好好打扮打扮 一会儿给你个惊喜 姐 姐夫 圆平 这就是设计师 这就是设计师 以后就掉了 谢谢啊 欣欣 圆平送给你的 谢谢 怎么了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怎么一个一个 全都这种表情啊 哎 不是 欣欣今天好漂亮 看得我们都傻了 还有 那个 那个 项链看起来好特别啊 你今天看起来又美丽又自信 就像一个成功的女启家 跟过去的你不一样了啊 这就说明我们家甜心 不管经历多少事情 不管怎么着都打击不了她 她依然可以 再次努力地振作起来 姐 这都是因为 有你陪在我身边 给我拥抱和力量 姐 谢谢你啊 modified 这都是实质人 今次回kus 愚能跌 BUT 就算了 есте apples encias 会有新的发展 谢谢高总 谢谢 高总啊 你在美国创立的 投资顾问公司 很有名啊 怎么会投资到 像涛女郎 这么小的服装店来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嫌我们涛女郎 太小了是吧 不值得高总投资 怎么这样 真是 怎么会不会说话啊你 先别生气嘛 听高总怎么说 是这样的 现在世界上的焦点 都集中在创意上 和点子上 并不在乎 这间店面的 实质性的大小 我之所以投资涛女郎 是因为看中了 涛女郎这个品牌的设计 和这个管理人田新 她的设计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欣赏 我支持她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她 支持国内品牌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高总啊 是啊 时间到了 我们请高总剪彩吧 对对对 高总走吧 走 请啊 请 高总 请 走了 走了 走 走 这个又剪彩了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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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现在我宣布抛女郎开业特惠活动开始 请大家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 本次我们自创品牌 什么自创品牌 明明都是骗人的 骗子 明明都是黑心货 就是 什么事 这位太太 你说我们卖的是黑心货 你有什么证据吗 对 如果没证据的话 别血口喷人 我问你 这是你们做的衣服吗 你看 看 这图样确实是我设计的 你看 你看 它缩水就算了吧 你看它还褪色 可不是可拉姐 你看看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偷女郎 叫黑心女郎算了吧 要是 姐 他不差 借福 还脸 还卖一个人 这是不是 这个不是 在这给你费钱 这个时候 烫女郎应该开业剪彩了吧 来 进来 总经理 会议时间马上要到了 知道了 我就过去 还是开完会以后再打吧 奕翔 你怎么来了 骂说今天有主板会议 让我过来见喜一下 好 会议正好开始 我们现在过去吧 奕翔 晚上我订好了餐厅 就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 订餐厅 别转了 你不是已经给我 准备好惊喜了吗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